有一位老人用了毕生的积蓄 收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古董 他的老伴过世的早 得下三个孩子 可孩子长大后都出了国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 孩子不在身边 索性老人还有个学生 跟进跟出的伺候他 很多人都说 看着年轻人放着自己的正事不干 成天陪着老头子 好像很孝顺的样子 谁不知道他是为了老头子的钱 老人的孩子们也常从国外打来电话 叮嘱老父亲要小心 不要被学生骗了 老人总是这么说 我当然知道我又不是傻子 终于有一天老人过世了 律师宣读遗嘱时 三个孩子都从国外赶了回来 那学生也到了 遗嘱宣读完之后 三个孩子都变了脸 因为老人居然糊涂到 把大部分的收藏都给了那个学生 老人的遗嘱写着 我知道我的学生可能贪图我的收藏 但是在我苍凉的晚年 真正陪我的是他 就算我的孩子们爱我 说在嘴里挂在心上 却不伸出手来 那真爱也成了假爱 相反 就算我这个学生对我的情都是假的 假到帮我十几年 连句怨言都没有 也就算是真的 孩子们的孝顺行为 与老人真正想要的 经常出现偏差 如此似乎违背了我们孝顺的初心 如果老人不说 本以为尽孝道的我们 真的难以察觉 近日通过视频看到了老人心中所想 我们是不是该反思调整一下呢 喜欢点赞关注我